加沙地带医院惨遭猛烈轰炸 伤亡惨重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加沙目前的粮食库存 只足够支撑两个星期 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了警告 当地医院的医疗用品和药物 已经是逐渐耗尽 而这一次的袭击行动 让情况恶化 对此他们要求交战方 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这伙伤是估值的 这伙伤创作伐 这伙伤创作伐 额估值的伤创作伐 15健康工作人員被殺死 27人被傷害 24個健康的健康 被傷害和破壞 這是在阿拉利醫院前的恐怖攻擊 另一方面 美國總統拜登 原本計劃啟程前往以色列後 再到約旦安曼 和約旦 埃及和巴勒斯坦領導人 展開四方會談 不過隨著醫院被轟炸 這場會談也宣布告吹 拜登隨後發文表達自己 對襲擊事件的憤怒情緒 同時向罹難者家屬致哀 他說他已經指示國家安全團隊 收集醫院爆炸事故的確切信息 並強調 美國保護平民百姓的立場堅定不移